在首相杜斯利安华二度访华之后 马中教育合作更上一层楼 首相宣布 我国高教机构将和北京清华大学 强化合作关系 提升两国学生及学术人员交换的密度 同时开拓更多 共同在学术领域研究的机会 安华在脸书发文表示 随着清华大学校长王熙勤 昨天率团前来布城拜访 双方在交流中一致同意 透过更多学术层面的合作来增进关系 首相赞扬 清华大学是国际数一数二的顶尖学府 在工程 科学和科技研究方面享誉全球 而我国目前有多达350名学生 在清华就读 是所有外企学生中占比最高的国家 安华海透露 配合明年马中建交50周年 清华大学正在筹备一项庆祝活动 让他十分期待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